港股年升两日,昨日期指结算,行指收报24,575点。以收市价计为传越最高位,短线而言,暂时以好消息较坏消息为多,特别是欧洲正逐步放缓而解封。而美国方面,亦正在考虑逐步恢复经济活动。走势方面,美股及港股皆处于大涨小回的格局。 道瓶斯指数已重上24,000点上,港股亦三次试冲24,600点关口。相信只要内地落实召开两会的日期,行指可望回补于3月12日出现的下跌列口。即约24,700-25,100点区间。 昨日的升市,主要是港交所0038及内银股大动。腾讯虽然仍可上升,但已欠缺早前的强势。股价仍然受制于420元的阻力。 另外,由于本港基本上已受控。禁聚令亦可望短期内解除。零售股及餐饮股街出现显著的反弹。 沙沙00178,大家乐00341等受疫情拖累的股份。 分别上升6.5%及3.2%。由于临近长假期,估计今日大市纵市再升。下午出现获利回吐的机会颇大。 行指要回补上述的列口。相信要等到下星期。假期回来之后才有机会。 5月份之市况。不者暂时仍倾向乐观。 佳因各国央行已出尽力救市。在宽松货币政策之下。 怎样也好。短线可造就上升的借口。 当然。中长线方向还是要建基于基本因素。 且看今次的反弹浪能否挨到半年结巴。 以下的 שמ�谈指引访力行为环客货币政策。 请不吝点赞 访问 G-6